各位大家好 我們是大墩乘生 等下我們會來解釋說 為什麼要取回這個大墩 這個電台的概念 還有就是看這個復標就知道 什麼位在地發生的網路電台 就是Q這個網路這個 好 留下一頁 為什麼會有這個大墩乘生呢 其實就牽扯到這個活動 老烏元氣工作坊 那這個時間點剛好就是一個超強的卡滾 可能大家都跑去那個河關山去上學之類的 但是我們這一群就在這裡 其實也蠻爽 因為那天還可以烤地瓜啦 那個之類的 但是我們做的就是這件事 在寒風中動腦集中 然後誕生了這個大墩乘生的概念 那何為大墩呢 大墩就是其實它算是一個大墩的 台中的這個發源的一個舊地 它其實是在台中公園一代 那這個這裡就是台中周梯嘛 這也是在這附近 它其實就是一個老城區準備要發展 準備被蒙搏的時候 現在就是剛好被它衰敗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電台的使命 它比較想要去牽扯到 我們說在地的故事嘛 不好意思 好 它的使命呢 就是要我們在地的連結嘛 以及呢 旅人 就是來這裡來觀光的啊 來這裡消費的啊 來這裡 可能是來實行或者工作的啊 就是還有包含這個移工的部分 它整個統整起來啊 它需要有一個媒體 還有就是這個radio的概念 那網路電台 一般電台有所不差力嗎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現在還會有人在聽廣播的嗎 可以稍微舉一下手嗎 喔 那這其實蠻多的 那就是大家一定都會使用網路嘛 對 所以就是剛才差不多了 應該至少有10比7這麼多的 那很簡單 網路的概念就是 它不受任何的時間的限制 以及放置平台鬼 你想嘛 就是你要架設那個電台 一定要架設一個發送塔 而如果你沒有去申請製造 那就是叫做地下電台 所以呢 它有低門檻以及促進的路過 而我就放在網路上 我可以不分國籍啊 下一個發送塔 而且就只有那個周圍的人可以收得到 但是你網路上就是毫無國籍 那這個電台的收聽方向的話 則是就是想說 我們針對這些移工朋友 以及這些學生啊 遊客 那我們接下來要持續推動什麼 就是持續要做耶 比如說比較老年人怎麼去 使用網路啊 去收聽我們這些電台 你就會擋入一些青創團體啊等等 那這東區它其實是沒有特色的 它其實現在正在老樹新陽 為什麼 就是有很多像這種好伴啊 這些青創的店家 開始從文博發展 那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可以我們可以去做一個 幫他們算是去宣傳 甚至可以做一個指引他們方向的一個依據 那就是吸引電器人回流了 那就是接下來就是像我們的第一廣場 跟這個移工朋友們 都有非常多的聯絡 那我們就是也希望說可以把他們 拉進這個台東舊城區來 讓他們好好了解 跟彼此做交流啊等等的 那我們接下來有什麼可能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預錄好的 就是在講第一廣場的講座 那接下來講之後 可能就會有一個1995合作 來做一個移工的盤寶台 那其實呢在地呢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是訪議 訪問這個中區的一些在地人 就是在中區的異鄉 比如說你可能就是 不是在台東這裡出生的 那後來在這個中區這裡去炸坑 去讓自己活撞 那這樣子的話也是我們想要訪問的 可以想 那我們就想 這次就有想要訪問就是 中區才是激烈的蘇老師啊 蘇老師他本身是台南人 後來來考來中西大陸 考來東海大學去讀書啊 後來也在中海大學任教 那現在開了一個到中西大陸的基地 很簡單 他是這個標準的 在台中的異鄉人 那還有啊就是旅人 比如說呢 這個大中的十方首郎 以及跟那個TC Timewalk 我們教會來介紹到 來做一個合作 首先要來談故事的部分 大家應該都知道這是什麼 衣廣場 那大家曉不曉得 這上面也做公園 這上面也做公園 然後這個中原的中體啊 之前有那個菲律賓井的儀工朋友 在上面開它 開那個震彈井 那震彈井那邊 十二月二十五號是七七五 所以他們都是十二月二十六號公園 大家來開它 所以其實它上面有非常多的閒置空間 可以去做利用 甚至還有一點它的都市傳說非常多 這個像是什麼幽靈傳啊 像是這個什麼愛滋病患插針啊等等 這些都市傳說 在這邊其實是更加多雲起的 那這個呢 大家可能太曉得 這個其實在這附近 中山路上 它是一個丈夫傳說 可能許多老都區人都在這裡啊 在誕生 但是它現在其實是被閒置的 那很可惜的是呢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 這個木造結構 它整個全部都是天木條啊等等的 那它其實非常漂亮 那這個呢 則是建國市場 那建國市場的話 它其實就是一個 整個被拆除的算是歷史建築 因為它有很多歷史的涵養 歷史的內卡 這是市場的文化 在這裡面迎擊 那很可惜的是呢 因為站前新站滿悲劃 所以它把這裡面 可能要把變成商業區跟公園啊等等的 所以它非常的可惜 那電台有什麼幫助呢 其實大家可以去思考一個問題 建築可以在此建 這個當然可以 你有它當初的設計 有它當初的施工方法 或是有它當初 它很施工的師傅 其實可以幾乎等於百稱之百師傅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在 它這裡呢 這裡面的居民 這裡面的攤商 也可能這個重啟就煙消離散啊 甚至他們故事 可能就隨著這個建築 而拆掉 跟著裡面 就是而生而消失 所以呢 我們這個電台 它其實也會有車去訪問這些攤商 讓這些攤商的故事 留在民眾的心目中 就是在很多裡面回盪 那這個 這個好像有點 這個是在東區奉進的一個破屋 那它其實是在古巴的附近 那這是一個閒置的空間 那未來呢 一個特色就是轉過去 那我們有發想到一個非常 有關於故事傳說的故事 那我們發想了兩個概念 那第一個呢 就是當你聽這個廣播劇的時候呢 你孤單一個人 可能會覺得非常的寂寞 跟冷酷 當你聽了這個廣播劇之後呢 會發現你周圍廣事都充滿了人 因為它很溫和 會疑神於鬼 那接下來呢 就是你當你在聽這個廣播劇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注意你背後沒有人 就是你可能聽到一段聲 就會轉後轉一次 而你聽到下一段聲 又再往後轉一次 你就發現你在玩一個遊戲 叫做一二三木頭 好換我們下一題 那這個呢 那這次這裡非常充滿傳說啊 充滿了很多廢墟愛好者 喜愛的千月大樓 就是千月大樓 雖然說它 你看啊 外表非常的凝亂 它裡面呢 就是一個充滿廢墟的地方 雖然它五樓跟七樓 都還有在救濟樓 但是有一個非常遺憾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什麼故事傳說 所以呢 其實大家可以去發想說 能不能幫這個大樓去發想一些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不要想說 故事傳說是一個非常 非常那個負面的東西 它其實可以標示著一個 在當地 甚至在這個地方 它其實就是一個歷史的暗示 一個歷史的象徵 其實呢 把一個作為了一個故事在這裡 它也是讓它變成一個 可以做文化學教的部分 那這也是我們電台想做使用的 也就是說 希望點亮這個舊成的希望激光 那接下來我們有這個電台組織 這個台長就是站在後面那個插手那位下輪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行政顧問啊 那個製作人啊 技術等等的設計 基本上就是一個概念啊 叫做 校長 老師 學生 兼壯中 那怎麼讓大家知道這個大登城深啊 這就是有這種 比如說PPT啊 鄉民的力量 以及這個大登報啊 就像我現在在做一個大登報第九餐 只是今天不是在講電台 不是在講大登報 他已經就是這個蘇老師啊 已經是好辦啊等等的 那大登城深他要怎麼去那個 怎麼去節省我們的成本啊 老實說就是一個叫做熱血 因為你因為熱血這個字 你會免費的付出 免費去讓這個電台可以更好 那所以就是一個循環 硬體人力空間 然後在這個循環呢 其實你人力就是一個主要動力的來源 讓他去整個活躍 那就是我們這個電台規劃 就是準備初期 準備萌芽 那中期呢 就是可能開始做一些APP啦 做一些出版啊 以及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遠期 開始做一些節目的播播啊等等 所以應該就已經開始他 扶搖直上的階段了 那接下來會越到挑戰呢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電台大 互相競爭啊 以及網路免費啊等等 最重要一點就是 這個支援的獲利 這個支援的獲利 它就是裡面之中最難離開 你要怎麼讓你油虧轉 這真的是一個重點 對 那這支支援從什麼開始 從在地連結 那這個破屋啊 這個在中基地啊 這個等等的 可以做在地的連結 那稍微透露一點 就是我們目前討論狀態 那就是開始慢慢的 污污軌道等等的 好 那個謝謝各位 那歡迎到我們整支團 大公全身去按讚 謝謝